秦始皇挥手 找来了三名士兵 他们都很年轻 与秦国的其他士兵一样 一举一动像听从命令的机器 风挪一满拍拍前两个士兵的肩 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你们两个 负责信号的输入 就叫入一入二吧 他又直指最后的一名士兵 你负责信号输出 就叫出吧 他伸手拨动三名士兵 这样斩成一个三角形 出是顶端 入一和入二是底边 你让他们成蝎型攻击队形不就行了 秦始皇轻蔑地看着风挪一满 牛顿不知从什么地方掏出了六面小旗 三白三黑 风挪一满接过来分给三名士兵 每人一白一黑 白色代表零 黑色代表一 好 现在听我说 出 你转身看着入一和入二 如果他们都举黑旗 你就举黑旗 其他的情况你都举白旗 这种情况 有三种 入一白 入二黑 入一黑 入二白 或入一入二 都是白 我觉得你 应该换种颜色 白旗 代表着投降 秦始皇说 兴奋中的冯诺一们 没有理睬皇帝 对三名士兵大声命令 现在 开始运行 入一 入二 你们每人随意举起 好 举 好 再举 举 入一和入二同时举了三次起 第一次是黑黑 第二次是白黑 第三次是黑白 出都进行了正确的反应 分别举起了一次黑和两次白 很好 运行正确 陛下 您的士兵 很聪明 这事 傻瓜都会 你能告诉朕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吗 秦始皇一脸困惑地问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计算系统的部件 是门部件的一种 叫 御门 逢奴奴义们说完 停了一会儿 好让皇帝理解 秦始皇面 无表情地说 真是够郁闷的 好吧 你继续 逢奴义们转向排成三角镇的三名士兵 我们构建下一个部件 你 除 只要看到入一和入二 其中有一个人举黑旗 你就举黑旗 这种情况有三种组合 黑黑 白黑 黑白 剩下的一种情况 白白 你就举白旗 明白了吗 好孩子 你真聪明 门部件的正确运行 你是关键 好好干 皇帝会奖赏你的 下面开始运行 举 好 再举 再举 好极了 运行正确 陛下 这个门部件 叫货门 然后 奉奴义们又用三名士兵 构建了 与飞门 货飞门 义货门 同货门 和三太门 最后 只用两名士兵 构建了最简单的 飞门 出总事局与入 颜色相反的气 封奴义货门 对皇帝 鞠躬 现在 陛下 所有的门部件 都已掩饰完毕 这 很简单 不是吗 任何三名士兵 经过一小时的训练 就可以掌握 他们 不需要学 更多的东西了吗 不需要了 我们组建一千万个 这样的门部件 再将这些部件 组合成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就能进行 我们所需要的运算 解除那些 预测太阳运行的 微分方程 这个系统 我们把它叫做 叫做 计算机 王妙说 啊 好 冯罗姨们 对王妙 竖起一根指头 计算机 这个名字好 整个系统 实际上 就是一部庞大的机器 是有史以来 最复杂的机器 游戏的时间 加快 三个月过去了 秦始皇 牛顿 冯罗姨们 和汪淼 站在金字塔 顶部的平台上 这个平台 与汪淼 和莫子 相遇时的 很相似 架设着 大量的天文 观测仪器 其中 有一部分 是欧洲近代的设备 在他们下方 三千万 秦国军队 宏伟的方阵 铺展在大地上 这是一个 边长六公里的 正方形 在出生的太阳下 方阵凝固了似的 纹丝不动 仿佛一张 由三千万个兵马俑构成的巨坛 但飞翔的鸟群 误入着巨坛上空时 立刻感到了下方 浓重的杀气 鸟群顿时大乱 惊慌混乱的散开 或绕行 汪淼在心里算了算 如果全人类 战成这样一个方阵 面积也不过是上海浦东的大小 比起它表现的力量 这方阵更显示了文明的脆弱 陛下 您的军队真是局势无双 这么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如此复杂的训练 奉挪一门 对着秦始皇赞叹道 虽然整体上复杂 但每个士兵要做的 很简单 比起以前 为粉碎马其顿防阵进行的训练来 这算不了什么 秦始皇按着常见的剑柄说 上帝也保佑连着两个这样长的横纪元 牛顿说 即使是乱纪元 朕的军队也照样训练 以后他们也会在乱纪元 完成你们的计算 秦始皇骄傲地扫视着方阵说 那么就请陛下 发出您伟大的号令吧 奉挪一门 用激动的发颤的声音说 秦始皇点了点头 一名卫士奔跑过来 握住皇帝的剑柄 向后退了几步 抽出了那柄 皇帝本人无法抽出的青铜长剑 然后上前跪下将剑呈给皇帝 秦始皇对着长空扬起长剑 高声喊道 成计算机对裂 金字塔四角的四尊青铜大顶 同时轰得燃烧起来 站满了金字塔面向方阵一面颇强的士兵 用宏大的合唱将始皇帝的号令传下去 成计算机对裂 下面的大地上 方阵均匀的色彩开始出现扰动 复杂精细的回路结构浮现出来 并渐渐的充满了整个方阵 十分钟后 大地上出现了一块三十六平方公里的计算机主板 风诺一满 指着下方巨大的人列回路开始介绍 陛下 我们把这台计算机命名为 秦一号 请看 A里 中心部分 是CPU 是计算机的核心计算元件 由您最精锐的五个军团构成 对照这张图 您可以看到里面的加法器 寄存器 对占存储器 外围 整齐的部分 是内存 构建这部分时 我们发现人手不够 好在这部分每个单元的动作最简单 就训练每个士兵拿多种颜色的旗帜 组合起来后 一个人就能同时完成最初二十个人的操作 这就是内存容量达到了运行秦1.0操作系统的最低要求 您再看 您再看 那条贯穿整个阵列的通道 还有那些在通道上待命的亲戚兵 那是 巴斯 系统总线 系统总线 负责在整个系统间传递信息 总线结构是个伟大的发明 新的插件最大可由十个军团构成 能够快捷地挂接到总线上运行 这使得秦1号的硬件扩展和升级十分的便利 再看 最远处那一边 可能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 那是外存 我们又用了哥白尼奇的名字 叫它 硬盘 那是由三百万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构成 您上次坑儒时 把他们留下 是对了 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个记录本和一支笔 负责记录运算结果 当然 他们最大的工作量还是作为虚拟内存 存储中间运算结果 运算速度的瓶颈就在他们那里 这儿 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是显示阵列 能显示计算机运行的主要状态参数 冯诺伊曼和牛顿 搬来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纸卷 在秦始皇面前展开来 当纸卷展到尽头时 汪淼一阵头皮发紧 但他想象中的匕首并没有出现 面前只有一张写满了符号的大纸 那些符号都是迎头大小 密密麻麻 看上去与下面的计算机阵列一样令人头晕目悬 陛下 这就是我们开发的操作系统 计算软件 计算软件将在他的上面运行 陛下 您请看 封诺伊曼 指指下面的人列计算机 这阵列 是硬件 而这纸上写的是软件 硬件和软件 就如同琴和乐谱的关系 说着 他和牛顿又展开了一张同样大小的纸 陛下 这就是用竖指法解那一组微分方程的软件 将天文观测得到的三个太阳在某一时间断面的运动矢量输入 它的运行就能为我们预测以后任意时刻太阳的运行状态 我们这次的计算将对以后两年太阳的运行做出完整预测 每组预测值的时间间隔为一百二十小时 秦始皇点了点头 那就开始吧 风挪衣们双手过顶 庄严的喊道 风声上御指 计算机 启动 系同 字简 在金字塔的中部 一排骑手用旗语发出指令 一时间下面大地上三千万人构成的巨型主板 仿佛夜化了 充满了细密的淋淋的波光 那是几千万面的小旗在回动 在靠近金字塔底部的显示阵列中 一条由无数面绿色大旗构成的进度条 在延伸着表示着字简的进度 十分钟后 进度条 走到了头 字简完成 引导程序 运行 操作系统 加载 下面 贯穿人列计算机的系统总线上的青骑兵 快速地运动起来 总线立刻变成了一条湍急的河流 这河流 沿途又分成无数条细小的直流 渗入到各个模块阵列之中 很快 黑白旗的涟漪演化成汹涌的浪潮 激荡在整块主板上 中央的CPU区激荡最为剧烈 像一片燃烧的火药 突然 仿佛火药燃尽 CPU区的扰动 渐渐平静了下来 最后竟完全静止了 以它为原心 这静止向各个方向飞快地扩散开来 像快速风动的海面 最后 整块主板大部分静止了 期间 只有一些零星的死循环 在以不变的节奏没有生气地闪动着 显示阵列中出现了闪动的红色 系统锁死 一名信号官高喊 故障的原因很快查清 是CPU状态寄存器中的一个门电路运行出错 系统 重新热启动 冯罗伊曼 胸有成竹地命令道 慢 牛顿 挥手制止了信号官 转身 一脸阴毒地 对秦始皇说 陛下 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 对故障率较高的部件 应该采取一些维修措施 秦始皇主着长剑 更换出错部件 组成那个部件的所有兵族 斩 以后 故障 照此办理 冯罗伊曼厌恶地看了牛顿一眼 看着一组力剑出鞘的骑兵 冲进主板 维修了故障部件后 重新发布了热启动命令 这次启动 十分顺利 二十分钟后 三体世界的冯罗伊曼结构 人列计算机 在秦1.0操作系统下 进入运行状态 启动 太阳轨道计算软件 FREE BODY 1.0 牛顿 神思历劫的法令 启动 计算主控 加载插分模块 加载有限元模块 加载扑方法模块 调入初始条件参数 计算 启动 bow 是 大 0 大